我們剛才算的題目都是水跟水混合 那當然也可以不見得要水跟水混合 這邊是固體比熱告訴我 質量告訴我 溫度告訴我 然後跟水接觸 假設沒有熱量散絲 達熱提供度多少 雖然現在不是都是水 但是呢 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跟計算有辦法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還是等於MXLTT 所以左邊放放熱 右邊算吸熱 誰放熱 高溫放熱 所以60度吸的水放熱 然後誰吸熱 30度吸的物體吸熱 所以帶進去MXLTT 末溫甚至T度 然後有人吸有人放高溫減低溫 所以左邊是30公克的水放熱 然後60減T 右邊是50公克的某物質吸熱 然後T減30 然後MXLTT這樣做就好了 數學式列完 然後做它 所以48度 所以48度 OK 同理 11題 他說有23度200克的水 然後有100度吸100公克的鋁塊 沒有熱量損失 最後的水溫頭 告訴你鋁的比熱 想法跟剛才完全一樣 計算式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我們帶進去的數字不一樣之外 但是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跟計算有關的想法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XLT 將來算 來 停車戰界問 找個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14 沒來 沒來 10號 10 10 如果沒算錯 他說30 他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蛤 為什麼他講你就相信 好 好 剛剛跟你講過的跟計算有關的想法就是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XLT 所以左邊放放熱 右邊放吸熱 每個都是MXLT 高溫減低溫 然後給他寫相等 就列式完畢了 所以這樣子列式 波溫是T 然後就這樣列式 就要列式 OK 好 100度C的放熱降到T 23度C的吸熱升到T 所以 數學是 算完30度 這個呢 這個到已經 這顯然又不能整除嘛 他用最簡分數表示 他現在改成位置數是比熱 想法計算式是一樣的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XLT 但是你現在是假物質的比熱 不知道 位置數在比熱 你的初溫跟末溫都知道了 質量也都知道了 所以列式就這樣列完 然後問你比熱 他顯然不能整除 所以他要利用最簡分數表示 這樣他應該是多少呢 三分之二啊 七分之五啊 或什麼之類的 OK 這應該是多少呢 找位可愛大帥哥吧 有可愛大帥哥嗎 來 來 可愛大帥哥叫做 26 26 可愛大帥哥你的答案 19分之80 19分之80 你怎麼算的 答案很奇怪喔 也許會對啦 可是感覺很奇怪 好請坐 你到底是數學哪邊有問題啊 19分之80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 S delta T 然後呢 假設比20S 左邊放熱誰放熱 100度C放熱 誰吸熱 20度C吸熱 末溫呢 28 所以答案就這樣列式 M左邊放熱 M S delta T 右邊吸熱 M S delta T 兩個要相等列式 1400 算一算 加那麼多 所以答案九分之四 到底是哪邊出錯 所以答案 這叫做 這個叫做 不是都是水混合 是加了有 另外一個比熱XX的東西 但是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 S delta T 就是我們計算的想法 OK